像你剛講 比如說蘇院長 他禿到最晚期了 後面還是有留一點點 就是我們講的 雄心座第七期 俗證就是第中台 如果你發現你的落髮量 明顯還要增加了 你就要擔心一下是不是 有這個問題出現了 我們講禿頭 通常會先看你有沒有危險因子 大家最了解的就是 你有沒有受到遺傳 比如說你看你的兄弟姊妹 一等親二等親 像爸爸或者祖父祖母 或者是蘇姿那邊的人 如果有禿頭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有 農心座的遺傳情因 那當然危險因子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抽菸 喝酒 動作息不正常 有沒有常曬太陽 這些都是以危險因子之餘 心理壓力跟生理壓力也都是 因為我們通常說禿頭 是頭髮質跟量的改變 量的改變很容易 很容易想像 就是你的頭髮量變少了 農頭的量 質的改變可能 比較少人會想像得到 就是農心座有一個很大的特徵 是你的頭髮會變細 變細到後來 比如說你的頭髮本來是一片葉子 結果漸漸的變成 漸漸漸漸的那個針 這個變細的過程中 你的頭皮也會越來越明顯 現在大部分正常的落髮量 大概一天大概100到150根 如果你發現你的落髮量 比以前還要增加了 你就要擔心一下是不是 有這個問題出現 最精確的算當然是 你把一天整個落髮全部收集起來 然後一個人去數 這是最精確的 但是因為很少人有辦法 這麼完整的做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折衷的方法 比如說 你每天睡覺起床的時候 就把枕頭上的頭髮收集起來 比如說你一天睡8個小時 那枕頭上掉了24根 那一整天大概多少 那一三嘛 就24根乘以三這樣 像沒有超過一排根 你就覺得一排好還放心 就這樣 醫學上來講 會分成 八痕性落髮跟非八痕性落髮 剛剛我們講的雄性兔 就是非八痕性落髮的一種 女生比較常見的 休止期落髮 然後落髮 那還有一個 大家也比較可能 常聽到的叫圓兔 圓兔就是自體免疫去攻擊你的毛囊 讓毛囊暫時性的脫髮 所以八痕性落髮有一個特徵是 它是可恢復的 你可能用一些治療的手段 它是可以再長回來的 另外一種 八痕性的落髮就比較麻煩 它過名思義就是你產生的八痕 所以基本上毛囊細胞都會破壞掉 那這些就是基本上你可逆的 就變成你如果產生的八痕性落髮 你基本上那一塊就是 骨頭 永久性的骨頭 很難救回來 八痕性落髮 很直觀比較常見的就是 基本上一個是頭部外傷 你受傷了然後後來傷口長回來 產生八痕 不太容易長頭髮 第二床間應該是燒燙傷 恢復了那一塊就是八痕組織 也沒有要長頭髮 那還有一些比較少見一點的 像感染 你長了頭癩 或是被細菌感染的 還有一個是 自體免疫疾病也有可能 剛剛講的原度也是自體免疫疾病 有少部分的人 他被這些自體免疫的細胞攻擊以後 感染得太嚴重 攻擊得太嚴重 產生八痕的 那這種也是恢復不良的 男生女生又有點差別啦 所以基本上在亞洲 或者是在台灣地區來講 成年的男性 受雄性兔困擾有20% 可是你到65歲的時候 男性大概會有40% 那女生這方面就比較少 台灣女生大概有6%而已 不過這是講雄性兔的部分 如果女性落髮包含 比如說袖子鞋落髮 長毛落髮這些的 女性到成年以後 大概也會有10%到15% 所有落髮的困擾 雄性兔的話 男生比較標準 就是他從M型開始 會從兩邊小M開始 慢慢往後擴展 從大M 擴展的過程中 你可能髮線也會開始往後退 那還有一種男生 他是前面 基本上髮線沒動 但是M型還沒出現 可是他的髮線已經先掉了 這後面會先空一塊 漸漸的往前 或者是後來 前面M型也出現了這樣 男生大概是這兩種最多 不過還有一種更少見的是 他會開始整體 吸出 所以大部分男生 會講雄性兔 大概都會順便說是M型兔 因為鏡皮都是最旁邊的形式 女生的雄性兔 表現跟男生就不太一樣 女生的話 基本上 他是頭頂整個掃 所以一開始會發現 就是他的分髮線 分髮線開始變得 看得到頭皮了 然後分髮線越來越寬 他是這樣子整個進展下來的 那還有剛剛你講的圓圖 圓圖基本上就很直觀的 就是頭皮缺了一塊 然後是圓形的這樣 大部分看的圓圖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只是發生的地方不太一樣 他可能會在側腦、頭頂或莫腦上 不過圓圖有一種形態是 比較嚴重的圓圖 可能會整個頭都會侵犯到 甚至侵犯到眉毛 這種圓圖就更棘手更難吃了 他那種像是地中海性嗎? 對是 他是地中海性 基本上就是 我剛剛講的 雄性兔是一個進展的過程 他會從M型開始 然後漸漸的髮線也上移 然後連到後面的髮線 整個連起來就是我們講的 雄性兔第七起 俗證就是地中海性 一個是 頭皮森法藥 大家可能比較常聽的是 柔培這種藥 之前還有心法尼 這兩種藥基本上都是阻斷 身體的雄性荷爾蒙 轉換成DHD DHD這個東西本來就是 攻擊毛囊的 把DHD濃度壓下來以後 雄性兔的技能就會延緩 第二個就是 外用的森法藥 外用森法藥基本上就像 弱健 弱健就是外用差的 基本上這個也是可以 讓你的頭髮可以增長的比較好 這樣回來這樣 再來第三個就是 直髮 直髮的話 基本上就是 你缺的地方 那我們用計算的方式 看你需要多少髮量 我們從後腦勺這個地方 往前置 那為什麼會取後腦勺 有一個原因是 後腦勺的地方 不太會被剛講的DHD攻擊 它沒那個受體 基本上直過來的頭髮 都是會永久在你頭皮上的 取髮方式有分兩種 一個是FUE 一個叫FUT 可能大家還會聽到直髮機器人 直髮機器人也是FUE的一種 FUE的話 基本上就是 一個一個毛囊鑽 我們用一些特殊的機器 然後把那些小的毛囊 一個一個的鑽出來 鑽出來以後 我們可能去整理一下 分離一下 然後再一個一個一個種回去 FUT的話 是以前傳統的一些方式 那就是在你腦腦勺 切一塊頭皮下來 這一塊頭皮上面都會帶毛髮 那這一塊再拿去分離 把一個一個毛囊 全部分離出來 之後再把那些毛囊種回去 所以基本上 FUE、FUT 比較大的差別就是 一個是切頭皮 所以後面會有一個線性的拔痕 因為你要不要縫線 FUE的話就是一個一個毛囊鑽 它不會有那條線性的拔痕 但是它就是會有一些小小的 那些小空洞的拔痕 大部分來講 FUT 它是不需要剃髮的 它就可以直接切下來這樣 FUE的話 早期 技術還不精良的時候 基本上 都會建議要剃髮 因為剃髮後 你的視線 視野看的沒有清楚 要有辦法很精準的把毛囊取下來 減少截斷率 後來因為技術越來越承受了 機器也有一些改變 所以會變成 有一些特定條件的人 他可以做免替的FUE 執法這個東西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是取後面不會被 窮西荷爾蒙攻擊的毛囊 它動過來以後 都是一輩子跟著你的 除非 它不受荷爾蒙攻擊 它是不可能會受老化影響 所以如果你年紀到了 可能它如果是自然脫落的話 所以還是會有 不過基本上 只要是取完 種完 都是跟著你被刺的